局长 李涵 我不是让你带安言去看新学校了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把您交代的任务搞砸了 关于 我的工作调动 我也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觉得 你应该听从你内心的声音 我再问你的想法 你应该进城 孩子们要给你唱首歌作为礼物 我实在是不好拒绝 但是我跟他们说了 今天只许笑 不许哭